擔心說他會忘記更新的話 那你可以把它寫在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開起來 應該記得吧 第一個先把這個名稱先複製一下好了 Ctrl C 再到List Workbook裡面 點一下這個 Open 然後怎麼樣呢 把它Call 更新資料 完成 也就是寫在這裡的好處就是說 以後呢 他只要開啟 這個檔案的時候 一定會自動 把舊資料刪掉 更新成新的資料 就不需要增加按鈕給他了 所以你可以 針對不同的需求啦 如果說你擔心說他忘記更新 所以他處理的是舊資料的話 那你可以每一次都幫他更新一下 但是不是的話 因為也許你那個不是經常更新的 你就做個按鈕給他 你跟他講說 你隔一段時間你再按 如果有什麼什麼data不對的話 你就再按 這個你可以自己做一個決定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說 以後 你就不需要說為了要找Server 你其實就放在雲段一點上面就OK了 那 前提是 沒有機密性的文件 都 我覺得都適用 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你可以單次的按一下他就更新的 但是將來如果你要批次的話 比如說可能不止一個啦 那怎麼辦 你就再寫個回圈嘛 自動去update資料 所以等一下的話 我們會再講 就是說 如何批次的 就像剛剛講的那個範例 也就是不止一個網址 你有很多個網址 你要按個按鈕 全部自動就幫你把它更新 這個等一下來看 那實際上就從這邊衍生出來的 所以要特別注意喔 請各位慢慢要習慣喔 Querie Table這個 裡面有個add 有個connection 那這個connection 很妙 他除了可以連結網路上面的資料之外 他還可以連資料庫喔 也就是說你可以從這個地方 去連結什麼 蠻多資料的 那如果你不知道沒關係啦 可以從什麼 錄製聚集 這邊不是有什麼 其他的資料 你可以 從這個地方 從assets也可以 從web 從文件檔 或者其他 Excel 其他檔案 其實都可以 這裡我想 各位先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如何從網路 從雲端上面 去做更新的動作 按下去之後 自動就全部自動更新了 做完之後的話 大概了解一下 那個整個流程 程式其實不複雜啦 最重要就是你將來 可以把你的檔案先 記得轉換成那個Google試算表 然後再做那個下載的動作 其實我覺得 其實還蠻 蠻順的啦 我覺得用起來 按下去 自動更新 感覺還蠻好的 好 好 谢谢观看